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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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鱼啊 你给我个面子 别跟房剑套过不去 好吧 来来来坐 哎呀 说实话啊 哎呀 说实话啊 我原来不知道房剑套是你朋友 行 既然这样 今后啊 绝对不会了 老鱼啊 你在检察院虽然受了点委屈 但现在想想想想吧 也是因瘟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开过会了 那你得这事怎么看 这事不好说呀 为什么 张青衣与远拖的关系 圈内人都知道 由他亲自主持未来大厦的拍卖 我怕这里面有什么圈套 哦 对了 方剑套还提醒过我 他让我尽量不要参与 未来大厦的事 方剑套找过您 对啊 哈哈 徐处长 如果您忙的话 今天就到这儿吧 那好吧 那 老鱼啊 谢谢你给我这面子 哎呀 瞧您说的 您今天请我喝茶 那就是最大的面子了 哈哈 哎 徐处长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嗯 徐处长 未来大厦的那块地啊 还真是个黄金宝地 只是啊 让远拖给弄砸了 说实话呀 如果不是因为当中有什么 说不上台面的事啊 我还真有兴趣 徐处长 您说呢 老鱼啊 嗯 你看 建筑这方面的事儿 我不大懂 所以不大好说 哦 哈哈 那行 那行 我 我就不打搅了 不动 驱灵队界有件情况 看来这事儿有转型 别那么乐观 为什么 驱灵这个人啊 多疑的很 不管多大的事儿 他肯定都会去咨询的 方剑涛 我是他的朋友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来 他能不能让方剑涛消失两天 来 早上很快 请起来啊 你来啊 我给你安排一下 你兴趣吗 哎呀 我现在累了一天了 要是还是老一套 那就算了 绝对是西洋景啊 这里边新来了几个洋妞 您累了 正好让他们给你送送骨 按摩一下 详寿一下吧 好啊 来 谢谢啊 那我去安排了 哎 别 别 等等 我呀 还得先给家打个电话 我那个老婆 每天都查岗 尤其是我出差的时候 好 那您去报个评啊 我去安排了 好 亮碗 老方在家吗 说是有任务 这两天都不在家住 那他怎么没开手机啊 他说了 他一有任务就关机 哎 您有什么事吗 算了 你等他回来 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吧 哦 他可能明后天才能回来呢 呃 没关系 你到车上的回来给我打电话 啊 哎 小江 我 在哪儿 我在换杀洗浴中心 那个科长要给我找个小姐 秀转下 笑什么笑啊 哎 这归城北公安分局管 你那儿有朋友吗 干嘛 你让我换你好事啊 哎呀 你快点吧 他在试探吗 知道了 他还说什么啊 别的他没说什么 就是让我帮他扳回美国的机票 说是越快越好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看 何英秋的心理啊 放不下驱灵 驱灵的心理不是没有何英秋 这个事啊 咱们还得帮他们撮合撮合 你又不是不知道何英秋这个人 他要是定了我的事 别人很难帮他改变 等了 不说他了 你怎么样 腿还疼吗 不疼 医生前天就说过 我可以出院了 那干嘛不出院啊 对不起 这两天公司事太忙了 乱过你了 明天 明天一早 我来给你办出院手续 我来接你 过了怀孕 怎么了 你准备 你准备 这乱叨叨医院住一辈子 我是因为没有想好 出院以后 我该上哪儿了 当然是回家了 回咱们自己的家了 回咱们自己的家了 真的 那你不怕张青报复你吗 哎 怕呀 可是我又怕你失落 哎 还没打完电话呢 哎 哎 还没打完电话呢 也不知道怎么了 哎 我老婆这人机灵的 再说啊 以前抓着过我 现在变敏感了 哈哈哈哈 我要主动打回去啊 她一定更加欢迎你 那个羊妞啊 已经进按摩房了 现在啊 都开始计踪了 怎么了 云 你还担心那点钟钱啊 您看主任 您说的 钱倒是小事 您别误会了 哎 人家羊妞啊 实在是太抢手了 哎我跟你说吧 这个羊妞啊 已经是约好钟的了 我是仗着跟妈咪熟啊 从中间插了一个 哎 把它挖过来的 要是啊 这个羊妞等不及了 走人的话 今晚就排不上号了 有那么抢手吗 没关系 我这一天两天 离不开江东 哼 今儿不行明天再来呗 主任啊 你说 您该不会有什么顾虑吧 我有什么顾虑啊 哦 我还担心你余科长 找个姚妞抓我把柄不成 您看主任 您要真是有顾虑啊 我看咱们就算了 哎别 咱们还是回宾馆吧 哎哎哎哎 既然那么抢手 那就别回了 不过 我得等我老婆打完电话 我哪儿心里踏实 你是不知道 我这是冰 主任您看您说的 哎 我跟你说 您就把手机带到按摩房不就得了 哎 反正那杨妞啊 她又听不懂中文的 哎走吧 走吧 哎 这电话没打呢 这怎么不信 人家打她听不懂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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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哎 嗯 嗯 那你怎么办 哎 我 我 打个电话 OK 哦 我打个电话 OK OK 谢谢 喂 喂 喂小嘉 你在哪儿呢 你还没过来啊 图安半�要有时间吧 哎呀 我已经被推荐按摩房了 你再不来就来不及了 哎呀 你快点 喂 你快点 喂 喂 小姐 坐下 拜托 不 不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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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们唱首歌好 好 唱首歌 我给你唱首歌 好 呃 唱首歌 报警 希望你们走一趟 哎呀 你们总算来了 老方 那我就不留你了 好好 给你们添麻烦 再见 再见 谢谢啊 再见 估计这回那科长 就能相信我们了 你怎么说话呢 怎么是我们 应该是你 发情界限 鬼呀 你看 说操操操操得到 喂 王主任 您没事吧 没事 交了点罚款 被训了一顿 辛苦我老婆来电话及时 我一直在接电话 才没被他们抓个现行 你是敌人 自有天下吧 就是被抓了也没关系 我们在江东啊 还是有些关系 有些朋友的 没什么大事 那倒也是 好吧 明天中午 我请你们吃饭 给押押精吧 嗨 精什么精啊 押精就免了吧 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 你还得带我去找那个 那个什么沙来的 哈哈哈哈 好 就这样 估计啊 明天就能见证证了 哎 那叫什么沙呀 干嘛呢 那啥沙 看什么呢你 你还不可不救你啊 哈哈哈哈 小姐 这儿是病人 一百八 他一到早上出院了 出院了 嗯 是啊 哎 谁叫他出院 他一个人走的 我出院了 我还想回去可以吗 当然 钥匙不是给你的吗 待会儿我还要开个常委会 中午就回去 嗯 好吧 谢谢师傅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这儿的 所以我以一百二十脉的速度 开过来的 这种路上 你开这么快的车呀 终于赶到你的前面了 我刚才给张青打过电话了 我跟他说我要回来了 我已经说过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贺云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听张青不要拍面 我还没来大厦的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 我尽最大努力吧 我到这儿来不是跟你说这个的 我是要了跟你说 我绝不能忍受 你像小绵羊羊 在住的这个蓝窝里 我要让你跟我走 走吧 怎么办呢 怎么办 无关一身轻 无钱更是一身轻了 我什么都不怕 我可以尽情地跟你在一起享受 可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啊 怎么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变成一个穷光大了 吴华宇 我在你眼睛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我跟你开玩笑 我就是嫌疲爱富 我就是嫌你穷 我还告诉你了 你现在就走 在你的世界没有任何转机之前 我绝不会跟你在一块 我真是跟你开玩笑 我不是开玩笑的 华宇 我知道你是个不甘于平淡的人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你不会快乐的 你不快乐我也不快乐 华宇 您看咱的笔生意 没关系 按规矩办 我按所有药品 发票金额的百分之四十 给你回扣 怎么样 够意思吗 华宇 您这可就有点弃生了 您是我们的义师父母 我哪敢对你弃生啊 跟您说实话吧 我们知道您给华宇的比例 不是这个数 王主任果然是厉害 华宇因为是老客户 而且他进的量又大 您这就错了 新客户才应该优待 否则为什么要跟您做 您说是不是 咱们交情归交情 生意归生意 如果这次不能按照 和花星同等待遇的话 我估计我们这笔生意谈不成 我那还不找人需要打点 您别以为那笔钱 都落在我一个人口袋里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 怎么样老爷 你也别急着表态 考虑考虑也没什么 正好呢 我们也想多找几家买卖 比较一下 事情已经到今天这一步了 拍卖柜来大厦的事情 舆论已经造得一塌糊涂了 谁能放我 可 可是你是吴焕瑜 你一定有办法的 就算这件事你办了 可是你总会重新站起来吧 是吗 你真的这么有信心 对你我当然有信心了 那我告诉你 办法我是真有的 可是如果这件事情 还是要仰仗张青的话 我您可不做 幻云 我一个女人 我都知道能虚能伸 你 你一个大男人 难道你非要征这一时之长短吗 告诉我 你的办法究竟是什么 能让远拓死而复生的 只有高速公务这工程 这件事是不是也是张青负责的 当然了 他现在都进了市委常委了 更是炙手可热啊 那好 未来大厦这里也算是接过去了 我想知道 高速公务到手之后 我们还用看他的脸色吗 如果高速公务工程到手的话 远拓集团就完成了原始的积累 我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眼色 我知道你比我还着急 我也相信这一天不会太久了是吗 那让我走吧 别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再住在这个狼窝里的 张青说他中午就回来了 我跟你说了我什么都不怕 你把包给我你快走 你听我的话给我 你快走 你听我的话 一帆 华宇 等高速公务军工那一天 你到这儿来接我吧 快走 说实话 我们心里最大的假想敌就是华宇 和他们从一个途径里进腰 我的心里还真有点半点 他买是买 你买也是买 这有什么好嘀咕呢 那可不一定啊 您现在是这么说 到时候可就不一定了 你们是一个城市的老熟人了 这万一有什么紧销要我们和他们争取了 您说吧 您向着谁 老主任 这一点您放心 我保证啊 一碗水端瓶就是了吗 端什么瓶 这要是端瓶的话 那您就按照华宇的回扣给我 怎么 有点为难 好吧 就按华欣的百分之四十五给你 哎呀 哎呀 怎么了 王主任 老渔啊 你也太小瞧人了 拿我当孩子红是吧 我和你争来争去 就争这五个点 王主任 我可说的是真的 给华欣的就是百分之四十五啊 这顿饭我请了 我这就去买单去 咱们买卖不成人一再 是吧 那个地方您也不用带我过去了 我也认识 哎 王主任 您看您说的 您别忙着走 有话咱们好好说嘛 哄我的话再好 也不听了 哎 谁哄您了 老渔 我怎么听说 你们给华欣是按百分之六十给 不可能 那我们还吃不吃饭啊 怎么不可能啊 你们那个产品的成本是多少 利润再是多少 你以为我这心里没本账啊 哎 王主任 这个我们的利润呢 肯定是高了一点 当然了 我们是国营企业 开销大 漏洞也多嘛 我们和民营企业啊 真的是没法比 所以啊 也就给不到那么高 那您也不能看人下菜碟 也或有薄吧 您刚才还在说 这一碗水要端平 这平什么平啊 哎 王主任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给华欣就是百分之四十五 你要怎么才能相信呢 哎呀 那是您的事情 哎 这样吧 我今天去华欣送药 同时啊 就和他们结葬 那就委屈王主任 你就当我手下 到了那里 你就都知道了吗 这种事情可是单线脸性 您信得过我 对你我还信不过 这个 不是常说 有四种人是最可信的吗 一起扛过枪的 一起下过箱的 一起瓢过仓的 一起分过装的 所以说有了昨天晚上的事啊 我对你还是信不过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倒是 我要是敢耍你啊 你也可以点我的泡车 我的派出所还有笔录呢 哈哈哈哈 徐军 哎 你找我 啊 你们手头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哎 老方人呢 嫌疑人啊 请老方吃饭 我们的案子啊 已经有眉目了 估计今天就能拿到 关键的证据了 是吗 对啊 这么迅速啊 那华欣医院 这么容易就换 我们还没接触华欣医院呢 这次我们用的是迂回的方案 从另外一方找手 主公邢慧芳 邢慧芳 对啊 邢慧芳呀 是一个制造厂的科家 诶 许君 茶也在哪 我喝点茶 在那小号里边 邢慧芳呀 是华欣医院的主要供货方 哼 这些家伙呀 可都是见过风浪的 能这么轻易拿下 当然不容易了 你不知道 老方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呀 我的妈呀 昨天挨了一靠子呢 是吗 那个家伙疑心太重了 非要带老方去什么洗浴中心 而且啊 还给他找了一个漂亮的羊妞 拍场还挺胖 就因为昨天那一靠 他呀 也信任老方了 这不 中午非要请他吃顿饭 诶 结果怎么样了 打了手机问问 老方手机怎么关了 他呀 他不经意给暴露 引起对方的疑心 把这手机关了 现在用的是一个 陆川的电话号码 身份是陆川的一个采购员 那你打打手机问问 进展怎么样了 喂 老方 哎 情况怎么样 小江 又进展了 你告诉一下许菊 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今天下午就能拿到确凿的证据 方简涛下午要去华逊医院 怎么 吴总对我们的业务感兴趣了 我是对方简涛感兴趣 应该去吧 方简涛的牙口不错 这么硬的骨头 他都能消化 老方这人在业务上面 还是没得说的 我向来是喜欢有能力的人 可惜的是方简涛 一直把我当对手 吴总 不管怎么说 遇到方简涛这样的对手 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而且据说 他跟那个区处长的关系 还不错 我明白了 化干阁为玉博 总是最好的结果 机会来了 我摸着华星医院的命门了 这个华星医院的理系我了解 院长有钱 胆子也大 您的意思是 借他这把刀 我这个去 等等 你千万不能露出方简涛是检查机关的人 不管再看他们人 见着执法的人 也会打偷的 我知道 他们最恨的 是那种接底细的记者 我明白 马爷长 这批药送过来了 他是我的一个弟兄 绝对可靠的 这次营业额 一共是二十万 这是九万块钱 放这儿吧 那我们告辞了 我送了 怎么样了 曹主任 我并不是掏心掏肝了 没问题 明天你就到宾馆来 我们先签个异项吧 那现在您 我还有点事 哦 我明白了 王主任 真是多情啊 您还是忘不了 那哪吵起来的 对 下午去最好 客人少 警察也不会来 您太太 也不会打电话来查照 您找谁啊 院长 我是一个患者 有病去门诊 不是 我以前是您的患者 现在病好了 我这次来是专门感谢您 病紧齐了吗 我给您这礼物 可比锦齐重要多了 院长 刚才来那个人 好像是我的同事 你是干什么的 我以前是记者 不过我的病 是您给治好的 所以您对我 可以尽管放心 你说什么 我是说 刚才那个人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他是我同事 是我们报社 专门做揭露 内幕专题的记者 你还两个要望着门诊吗 我没开过要 没事就是 我们搞错了 没事 没开过要 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 不要讲了 不要讲了 给我说 给我说 你没这个权利 听你的腔调 就知道你是记者 秀才 看来你要有麻烦了 搜 你们开始吧 你们没这个权利 那 我 搬着 搞到我头上了 你是哪家报社的 划开我吧 你凭什么那么肯定 说我是记者 我对文化人一向尽力 登鼻子上脸的除外 那好啊 那咱们就平等的谈一谈 好 这袋子 能卖给我吗 可以啊 你开个价吧 十块 十块 TDK的 我说的是这一盘 这盘不卖 现在你就是想卖 我也不会买了 有些东西你是烧不了的 你这是在逼我 先关起来 关 你这可是非法狙击 好 放开 我纠正一下我自己 我纠正一下我自己 先找个地方 好好招待这位先生 你们 你们拿我手机干什么 走 你把手机给我 走 你没这个权力 你没这个权力 余科长吗 你马上给我回来 到我办公室来 喂 你兄弟 你什么兄弟 你想让大家都进去吗 我实际是没有想到 这小只会是个季子 我是专门给路穿舍 打过电话的 他们说有这个人 记者想要对付你 还不事先都准备好了 你救我这些质品 是不怪你们企业总统亏损 你说吧 现在怎么办 不过 这小子啊 有把柄在咱们手上 昨天他上晚上去找小姐 还真让警察给抠了一回 是吗 没错 我就是怕他有名堂 才带他去洗衣中心 还真让警察给碰上 是他一个人吗 哦 还有一个女的 不过 这两天 那个女的没露面 是他的电话 我想 还是先查查 他到底想干什么 华星已经把方念头 给抓下来了 估计他在里面 好受不了 现在 就差麒麟了 麒麟跟于建成 恐怕都不会相信我们 还得把这书信 尝得热闹点 何音轻回来了 我听亦凡跟我说的 他不让亦凡告诉我 但是亦凡一定会告诉你 对吧 因为他是心理学家 他这是以惊之动 看你的表现了 那我应该怎么办 我理解你的意思 你觉得这样就不是爱情 对吧 哪有纯粹的爱情啊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成 都在掂量着别人的力量 应该说是个天平吧 一方是你 另一方就是对方 只有力量均衡了 这个天平才不会倾斜 你知道吗 可在感情上 我还是接受不了啊 那你忍心打一辈子光棍吗 那是不可能 那你就接受现实吧 可小勇的妈妈当年离开我 就是因为我没钱啊 所以我跟你说 你绝对不能让这一幕再重演啊 那我应该怎么办 拿一箱子钱送给何音秋 别说我没有钱 就是我这么俗的事 我能办得出来吗 金钱的表现方式 不一定是直接送钱 比如啊 比如说你送给他一个诊所 你觉得他会怎么想 诊所 我再问你 何音秋在你的心里 是不是已经到了 谈婚论嫁的地步 我们一起去登过集 这你就知道 好吧 这事交给我回来吧 那需要我做什么 未来大厦 我已经跟张青那打过招呼了 现在张青不是关键 关键是那些买主 如果你出面暗示一下的话 我估计他们的想法会改变的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绝对不会 未来大厦在远拓的手里 已经是个死盘了 一个死局 我有什么办法 因为他的资金链条断了 那把未来大厦卖了 你们还能干什么呢 这是企业的核心戒笔 你既然问了我就告诉你 我想用这笔钱 替做高速公路的竞标工程保证金 一旦工程拿下的话 我想把它分包出去 利润估计应该在 一个亿左右 当然了 这不光是一笔经济账 也有一笔政治账 你知道 如果未来大厦烂在远拓的手里 那远拓就永远被定在了耻辱柱上 明白了 对了 这两天 你先别跟眼球接触 忍着点 让他对你的失望到极点 只有这样 他才会把你给他的惊喜 放大到极点 明白吗 虚处长 老鱼啊 找我有事 昨晚上 我寻思了半天 有些事啊 确实有点过分了 就是 做生意 要和气生财 对对对 虚处长教会的对 冤家一解不一解 所以啊 我想约老房出来 当面向他赔个不是 哎呀 不过老房那个人你清楚的 做一个原则又一个原则 我呢 他 他没面子 你是为这事啊 正好我也要约他了 关机 老房这以前好像有任务 等过段时间再说吧 哎呀 放心 有我出面 老房啊 不会有什么问题 再说了 老房人厚的 不会记你仇的 不过 未来大厦就要拍卖了 哦 你是为这事啊 老鱼 开卖未来大厦 是建委不是检察院 你再说了 老房不会从中作梗 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哎 哎 救助长 来来 车上坐 车上坐 来来来 好 我知道 贷卖未来大厦的事 和检察院关系不大 不过老房确实提醒过我 让我不要往里参唬 一个亿的买卖啊 我不能掉以轻心 哎 区长 你说老房那么阻拦我 他什么意思啊 啊 我怎么知道 哎 你看 您能不能帮个忙 找老房问问 如果他要是因为我得罪了他 而吓唬我呢 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如果另外什么原因的话 我得慎重考虑了 我这两天挺忙的 咱说老房的工干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 我知道我知道 我只是想 你抽空帮我喂 再见 哎 区长 等等 一点小意思 老爷 咱们之间可不行来这趟 哎 嘿嘿 区主长 我怎么能拖你下水呢 这个呀 是我个人的一点手艺 让区主长见笑了 嘿嘿 区主长 你还不知道吧 我年轻时候当过前工 哈哈 这个 可是我一点点做出来的 区林之印 哈哈 没想到老鱼 你也是多才多艺啊 这印是你自己刻的 对 印是我自己住的 字啊 是我亲自刻的 一块铜 不值什么钱的 这玩意在人民广场 我都敢亲自送给你 哈哈 如果这个也叫贿赂的话 那人与人之间 就没什么交往 哈哈 阿渝啊 嗯嗯 谢谢你费这么大功夫 给刻出来 不过 我有四张 哎 区主长 您那张再好啊 也没这个张有特色 哎 哎 你看你看 你看这上面印有 这是个狮子 对 是个狮子 区主长 不是我夸口啊 别的张子 它再珍贵啊 那也只是个张子 是吗 我还真没看出来 哈哈 那行 那你就带回去 好好研究研究吧 啊 行 既然老鱼你费心 给刻出来了 那我就先收下吧 哈哈 行行行 慢走了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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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 怎么样了 还说呢 两个手机啊 全部关机 一个下午 一点音讯都没有 那这样 你想办法 尽快跟他联系上 啊 哎 你怎么喜欢就文物了 啊 文物 这是文物 有 有点意思啊 有点粘豆 真的 十足金啊 这个方言啊 过去的主人 最起码是个总部 哦 哦 哎 他是不是把过去的字也磨掉了 刻上你的名字了 啊 要是过去的字不磨掉的话 这东西啊 更值钱 哦 哎 黄远 嗯 你怎么一个人猫在家里啊 伊凡呢 伊凡啊 自从出了车祸以后啊 我觉得他脑子有毛病 怎么会啊 他跟我说 要是不干出两名堂 就别去见他 你说走行啊 未来大厦也没开卖 远坐集团不死不活的 我有什么清楚啊 怎么会呢 他腿捞了残疾 你没有嫌弃他就不错了 他反过来逼你 自卑的人 往往有一种畸形的自尊 哎 未来大厦的事进展怎么样 马上就要开始拍卖了 没人参加竞标 你也别太心急 也许到时候就柳暗花明了 我已经是山穷水尽了 就差狗地跳墙了 你这么悲观 你叫 亦凡快进来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身体不好 有什么事让我过去就行了 没事 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出来走走啊 我也觉得挺好的 哎 机票我给你订了 是大火箭的 你真的要走吗 不走怎么办呢 其实啊 换云是想让我劝劝你 他说屈林 其实挺在意你的 只是呢 他挺骄傲的 所以你 这更说明 他更在意他自己 也不能这么说吧 你不了解男人 一番 别说屈林了 说起你爸爱听的话 包括吴焕云 他们这些男人 都是些口不对心的动物 你看你说的 我觉得 你真的不应该学心理学 把你学得 远来远消极了 你不相信啊 你不信 咱们就来个现场测试 你这就给吴焕云打电话 问问你在他心里 到底是什么位置 我现场给你讲评 机会难得啊 我可是按小时计费的 过时不后 喂 喂 焕云吗 那么晚你还没休息啊 我 我睡不着 我想跟你谈谈 好啊 昏云 我这信号可能不太好 时段时序的 你不要烦啊 我想问问 你到底是怎么想我的 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 你是我遇到的 最贤惠的女孩 真的 我都觉得 我自己掉到福窩里了 我找到你就是因为 我不会敢嫁我 而你在这方面非常好 我真的 他这是给你点砖的 等我面试是在夸你 其实不经意间 把所有家务活都派给你了 没那么复杂吧 结论 是错了一行字 就标错了一段情 我错了一说手 就读错了一颗心 那些动听的话语 总是躲在一闪训言的门里 那些惊讶的眼睛 总是浪看 抽屉里的秘密 爱情没有保险 在一闪训言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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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错了一半斤 就紧错了一座船 我错了一个号 就穿错了一个身